今日的ET个股推介是中石油857 经济部的投资业话组减选原 因是美国通胀数据高过预期 市场忧虑美国联储局加快紧缩政策 美股急册港股上升动力减弱 环球高通胀的环境持续选股部署上 可以关注受惠油价推动的石油股 股份可以关注中石油 受惠于上油的勘探开发收入显着增加等 中石油手柜盈利增加4.1%好过预期 除了油价向好之外 商务部追加下发成品油出口配额 亦有助提升集团盈利 第二季业绩有望成为股价趋发剂 商务部近日发放450万吨成品油出口配额 年初至今成品油出口配额 重量达到1750万吨 摩根士丹利说 商务部有关的安排 可以视为对中石油的正面信号 如果配额完全用尽 以第二季出口价格计算 可以确定35亿至37亿人民币额外利润 中石油的股价年初至今升了2.4% 期内恒指累积跌了4成 明显跑人大市 形态上持续沿着中期上升轨向上 策略上有货者继续可以持续 中线的话可以以主要大行给它的目标价 平均大约5.1为目标 潜在升幅1.8% 至于未有持货的话 建议等到4元附近先收集 跌穿3.7就减辞 即是比买入价低大约8%